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 淳朴有思想这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管他叫静静 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我特别喜欢哈佛大学 所以我当时就是小迷妹的感觉 就是一开始见到 没见他,怎么说呢 就是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哈佛的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真的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非常敦实的一位大姐姐的感觉 就是而且刚好我们两个是老乡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 他非常的信任我 就是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是他已然很认可我这个人 所以我特别敬佩这种人的 就是他们的自信 他们的那种很大的心量 然后就是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是我非常崇拜的 我跟他说 哎呀可惜你是女的 不然的话你就是 我就看好你了 你就是我的理想性 他就是心量很大 然后他 他格局也非常大 他虽然是个女生 可是他的那种 那种实在感 超越了男女 而且他是很淳朴 而且有思想 他就是 真的是个 让我非常佩服的人 他飞到加州 去看望生病的朋友 然后回到我们村子里 其实是为了看望 一位曾经照顾他的老人 他开阔了我的视野 就是 原来还可以这么操作 就是他可以 你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面 去关心人 去帮助人 你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面 去付出 去相信 而且他本人呢 非常的有责任感 总之就是 他让人会不得不的 就是那种 去喜欢他 去敬佩他 去尊敬他 去爱戴他 他非常的稳 稳得像一个 很敦实的 就是 撑坨 就是那种感觉 很稳的一个人 让我非常的钦佩和羡慕 所以呢 淳朴有思想 感觉并不是说 一个人是笨的 而是他是说 一个人在更高的层次上面的 一种 自我实现 一种 一种境界 这个只有 在他身边真正待过的时候 才能够感觉到 我们呢 也是我最近 今天呢 算是领悟到的吧 就是 我们做一个真君子 而不是要做君子里面的小人 就是 有的时候 好像是 平常我是个君子 但是 有的时候 偶尔也出一点错漏 就是 一下子变 有点小人的感觉 所以 其实就是 做个真君子吧 就是 都 该放下的 就放下 加油